二復所书四章十一節 他所次的有仕途 有仕途、有先知、有傳呼音的、有牧師和教師 為了承傳聖徒、隔壯其職、建立基督的身體 我想問你的問題就是 這個經文是一個很傳統教會都會接受的經文 還是在一個靈因教會才接受的經文 現在應該沒有仕途、沒有先知 一般教會是解釋的 過去才知道伊利亞、伊利沙都死了 沒有了,應該再沒有才知道 所以不會講上面那些 講傳呼音、牧師 通常是這樣的解釋 OK 如果這樣解釋 即是那些是歷史性的 現在再沒有了 已經是沒有先知的了 那麼就 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我們怎麼回應呢 其實下一個經文就有回應了 其實下一個經文 等一下 我去 對不起 我用回歇律行轉的經文比較齊全一些 說談轉二章十七節 我現在去了聖經工具那裏 一齊讀一下 神說在末後的兒子日子 我要將我的靈挑冠煩有血未定 你們的兒女要說如兒 你們的少年人要見兒像 老年人要做兒母 在那些日子 我要將我的靈挑冠我的仆人和侍女 他們就要說如兒 你們沒有這個 在天上我要顯出其事 在地下我要顯出神跡 有血有火有煙霧 日頭要變為黑暗 月亮要變為血 這都在主大而明顯的日子未到以前 我們兩個經文一起看 神說在末後的日子 我要將我的靈 之前就是彼得解釋的 現在發生什麼現象 就是那些人在說謊言 他們就說 這就是約以先知所說的 就是神說在末後的日子 因為這個語言寫的時候 就是約以書所寫的 他現在是選用約以書的經文 我要將我的靈挑冠凡有血氣 神要將他的靈充滿他們 在舊約都有一些聖靈挑冠的例子 大家有沒有印象 其中一個例子就是 神就簡選70個獎勞 神就跟摩西說 我要派70個獎勞幫你分擔這個職責 但有68個來了 兩個人都在帳幕裡 沒有來到 68個來了 就在這裏各個受感說話 那兩個人也是 那兩個人在帳幕裡受感說話 然後約書就跟摩西說 請你禁止他們 因為他們現在沒有來到 他們都在這裏受感說話 摩西就說了一句說話 大家有沒有印象 他說你要集道神的子民嗎 他說神為願 神為願以色列人都受感說話 其實神都很想他們受感說話 約書下看到他們沒有來 就覺得不對 誰不知摩西就說 其實為願以色列人都被聖靈感動 反而以色列人都被聖靈感動 你把聲音關掉給他們 他跟你關掉 關掉聲音 他跟你按在旁邊那裏按 那麽就 為願他們都受感說話 所以這個是舊約的一次情況 他們受感說話 另外就是摩西 摩西真的很多 多到不得了 他每次有什麽事 他會做什麽事 大家有沒有印象 他就在那裏苦惑在神面前 接著有什麽發生 神的榮光就降臨在他身上 這些都是舊約的一些例子 另外就是 他上到山上下來 就發光了 然後就在撒母紀上 第十章和第十九章 就說到那班先知的道 受感說話 他們都在那裏說語言 而且他們就在那裏受感說話 他受感說話其實是說語言的意思 在原文聖經 當蘇羅一到達的時候 蘇羅又受感說話 這就是在舊約聖經裏的一些例子 以及以利亞和以利沙 都是很多這些都幾靈恩的經歷 就是很特別的經歷 然後就還有一個先知 就是這個以西傑 經常被聖靈稱著他 靖上天 去到哪裏 飛來飛去 這都是在舊約裏面的一些例子 而到新約的時候 他們就集體了 個個一起就在那裏受感說話了 然後就 彼得就解釋 這個就是神話 在末後的日子 以愛章 我靈虛 會煩有氣 就是以前就某些人 現在就個個都有份 個個都可以的 請問呢 為什麼神那段聖經 為什麼不講受感說什麼話呢 就是經常講受感說話 但是他沒有講說什麼話 其實原文很簡單的 是 說語言 什麼原文 應該聖經不講 為什麼不講 重點不是這些說話內容 重點是語言 神給語言這幫人 就是神簡說這幫人 是的 他們總之在說語言 即是內容重點不是 不是重點是他們講什麼語言 就是他們在那裏受感說話 即是在那裏說語言 其實呢 另外新約聖經 高臨多前書十四章 不是講到先知講道的 它的原文你知是什麼 又是說語言的 不是先知講道 沒有講道講道的 是講語言的 就是兩個比較 一個是謊言 一個是說語言的 那原文 你看看英文聖經 會看到的 這裏都是聖經講道的 即是這個日子一樣有說語言的 因為傳統教的兩個都不接受 方言和語言 他不接受的時候 他就將它轉為先知講道 這個就是經文裡面 請問掃羅那裏 不是託中三個先知的嗎 他是受感說話的 怎樣解釋呢 不是三個先知 不是幾個先知 整宅 整宅 為什麼他會受感說話 是怎樣解釋這裏呢 薩姆記的十章 十章就不是祝大為 十章他就走去 薩姆爺就高立了他當王 然後他就說你要去神的山 你就會見到一群這樣的先知下來 你即日你就會受感說話 你就會說語言 於是他就告訴你 這是一個兆頭 應驗在他身上 他去到就是神的靈能度身上 而十九章就是他追殺大衛 他派那個復人去 那個復人去到受感說話 又走回來 第二個又是這樣 第三個又是這樣 最後他自己去又是一樣 這一個就是神阻擋他們 就是叫他們 就是神掌管了他 他就在受感說話 關不關於三個仙子前呢 沒有仙子不是三個仙子 關不關於三個仙子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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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在那個經文 在三個記事上十章就說到 你要趁時作 因為耶華與你同在 就是說在這個時候 神會有特別的同在 就是說這班仙子一路受感說話 說言的時候 神的同在就加強在他身上 就是這樣 你看看經文那裡 說到他們都在受感說話 就是一道神與他同在 你要趁時作 OK 好了 這道 《四郎主演》二章十七節 神就說在末後日子 我將我的靈僑貫有血氣 這個就是先知 十六節就是說 這是先知若以所說的 就是應驗這個經文了 我要將我的靈僑貫有血氣的 神的靈要傾倒在他身上 結果就是你的兒女就要說如言 少年人要見異象 老年人要作異夢 這個就是一個結果 那即是亦都是 它這個是 其實有幾個經文 define了聖靈工作 會帶來的果效 這個經文就說到 就是什麼果效呢 就是會有說如言 見異象 作異夢 這個就是在這個經文裡面 說到會發生的事 這個就是 這個經文所說的 另外呢 在其他經文就有說到什麼呢 馬可福音十六章就說到 信的人有神跡 馮我明趕鬼 和說身謊言 手能拿蛇 和手岸病人病人就必好了 這個就是 就是說另外的神跡 醫病趕鬼 另外呢 說那麼多前書十二章就有說到 先知醫病的恩慈 和辨別諸靈的恩慈 知識言語 智慧言語的恩慈 這些都是在這些經文裡面 綜合 綜合有這麼多樣的 不同的聖靈的工作的表現 那有些人說 那我又沒有見異象 我又沒有作異夢 我又說語言 prophetsize 我又沒有prophetsize 我又沒有真的說語言呢 第一呢 就是耶穌說了 你將來受迫伯 每個人都會 神會教你說話 而且每個人都會聽到神的聲音 所以這是一個所有基督徒能夠進入的potential 可能這個potential就是這個潛質 每個基督徒都可以進入的 不過有些就會收得多些 真的有些人真的收很多的 譬如如果大家上網看看 像Silent Jacob 有些少群人的前一都 Mod 十歲的時候 開始收到 他十歲時 先參加教會聚會 老師叫他 每個個集團 下一個地方去安靜 跟了神 問神有什麼跟他說 他說 那他再上一棵樹 他十歲祂 temu 便听到神跟他說的 C Ni Jacob 現在是革命 Government 另外也有很多人,好像信玲一樣,他經常收到一堆罵的東西 這都是每一個人的,有些人特別強的恩賜 所以他也講到這個恩賜,有人特別強這個恩賜 但你沒有恩賜也好,你也會收到的 我們現在看這個經文,到底由這個經文 我們可以下多少結論呢? 神要將我的靈敲灰,在末後的日子,這個末後的日子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這樣解呢?路加坊西面,阿拿就說完了 就認驗了,在路加坊那裏認驗了 有些人這樣解釋嗎? 路加坊有很多人在西面阿拿 是的,著言歸耶穌 就是已經認驗了這段經文 即是說他這個意思呢? 只是認驗在阿拿西面和士蘭傳達才知道 沒有了,沒有搞定了,就沒有了 已經認驗了,那就沒有了 OK,即是已經認驗了,就再沒有了 那你又會問個問題 《哥倫多前書十二章》有說到有先知 作先知,那時候已經過了阿拿和西面了 是的,沒有了 即是說當你綜合的時候呢 即是說當你綜合的時候呢 就肯定是仍然有這個恩賜的存在 綜合在一起 另外就是新約先知和舊有先知的遺分都不同 是的,是的 那麼就… 也都因為在新約的時候,那個啟示已經完畢了 但啟示完畢仍然是有這些先知說話 即是這些先知,譬如說 《聖經新約》說到摯蘭傳那些先知 就沒有說到他們那個先知的遺分就停了 即是他們還會繼續做先知 他們都會繼續,但那些就沒有寫為證典了 因為舊約的先知是神叫他們曉遇給以色列人 他就寫下為接立、為證典 不是,他們很尊崇那個地位 講話是很舉足輕重 但是新約那些好像不同 OK 這件事你就怎麼看 什麼叫舉足輕重 即是他們的遺分 即是整個國家的命運都在他們手上 講到很多預言 OK 他們的確是有一個很尊貴的身份 但我又想問你 譬如阿加布這樣 他又不是屬於… 是不是都是尊貴呢? 即是他講的話 他雖然不是對整個國家講的 就是對保羅講的 即是這些… 我的意思就是說 因為有人這樣說 他說這些資金 大家都要小心聽 因為不同舊約的資金 即是那個舊約是100%準確的 是在聖經裡面記住了 但是新約時代 我們現在這些現代人 法的預言就不同了 這個呢 就在乎那個先知 是不是真的從神領受 他如果是從神領受 他就100%準確的 這個就是他不是從神領受 這個經文所講的 首先我們所看這個 《施良傳》第二章 就是講到 我要將我靈囂半煩有血氣的 這個當日來說 就是他們說謊言 說謊言 這件事是不是持續呢? 其實後來保羅都去… 保羅、彼得、約翰 就去到薩瑪利亞 保羅就去到以弗所 就為那些人祈禱 他們都說謊言 受聖靈充滿 即是持續是有的 即是在《施良傳》的記載裡面 是持續有的 而在《施良傳》 《施良傳》的《施良傳》 《施良傳》十二章 也有講到說謊言 所以這個… 不過這就是爭論 講什麼謊言呢? 但在《施良傳》十二章 就有講到 他們是講說神奧秘的事 需要翻譯的 而在《施良傳》第二章 講列國的語言 就不用翻譯的 即是講別人的國家 而在《施良傳》十二章 是講到它需要翻譯的 所以這就是經文的解釋 就是他們是… 是… 是… 是講出一些需要翻譯的語言 OK 我們現在快點看這裡先 就是說呢 神要將他靈僑冠凡有血氣 那有什麼跡象呢? 就是你的《施良》要說語言 少年人見異象 老年人作異夢 他們會講語言 雖然是有錯誤的先知 但也肯定有正確的先知 這裡有幾個你試過經歷過 先知跟你講話是準確的? 即是… 有幾個試過? 先知跟你講話是準確的? 有幾個試過你們? 我試過 我試過 不過我多數都是… 拿不到結果 你拿不到結果 每個語言都拿不到結果 不是的 我是拿不到我失了 OK 神真是很清晰的 其中一個 你們聽我說的 在列國 另外就是之前 因為我要離開香港 那時候在2002年 那些屋價跌得很厲害 那我這個教友呢 其實他也沒有立為先知 但他就跟我說 他說 你將來這間屋 在4月、5月之間買出 真是去到5月最後那星期 然後就有個人來看 因為那時候我沒有空 我把鑰匙給對面屋的人 然後他就打電話給我 他說他明天再來看 那你可不可以去等他 一去一看 結果是賣了 那這個就是真是很準確 這個真是在最後那星期 在那星期裡面賣了 而價錢也是算是好的 算是可以 然後我就後來回到香港 這個都是在我身上 被迫白 當時來講是真的應驗的 也有些人說 有時候那個人是沒有跟神的話 所以就沒有應驗到 即是有些人 他神要怎樣祝福他 譬如就算 薩摩爾對蘇羅說的話 結果後來他是 因為他犯的罪 結果他得不完神的祝福 但是神是本來想祝福他 但結果他得不到神的祝福 我們繼續看下去 講預言 Prophesy 見異象 作異夢 你有沒有聽過人 見異象 作異夢 而是準確的 我又跟你講過 有幾個人 即是未認識我 就已經見到我了 那些都是異夢 又有見異象 其實後來我最近去宣教 原來有一個人兩次 又為我見到 他是作異夢 他就是見到我 他在一個異夢裡面 他就好像我跟人祈禱一樣 聖年充滿 他就在我離那天之前 又是 這個人 即是我的數目總共有九次 即是那些人未見到我 就犯夢見到我 或者是異象見到我 這個都是我親身的經歷 特別多 這個 我要將我靈囂灌 我的牧人士女 他們要說語言 然後 接著就講到 天上地下 有很多神跡其事 由日頭要變為黑暗 月亮要變為血 者都在主大而明顯的日子 未到以前 這個 又到那時候 有一節那裡 你們有沒有提到 凡求告主明的就必得救 所以這個 經文一路應驗是什麼 什麼時代 這個 凡求告主明就必得救 還有在主大而明顯的日子 未到以前 這個主大而明顯的日子 是什麼日子呢 主在來 是的 主在來的時候 因為呢 耶穌已經升天了 跟著 只有剩下的時間 是主大而明顯的 就是耶穌回來 而在這個時候 凡求告主明就必得救 所以這個 我們稱為什麼時代 新約的時代 就是凡求告主明就必得救 所以這個經文 都是很清楚 講到 在這一段時間 由初期教會 至到耶穌回來之前 就會有 預言 異象 異夢 也有些人跟我說 他說 這個時代 那些年輕的領受 異象異夢 是比以前更加多 更加快 因為在前一代 經歷聖靈的人 有時候 他們真的祈禱很長時間 才能收到 但是這個時代 有很多年輕的 他們多祈禱 他們是收到很多 有很多 有好奇異的 異象異夢 也有很多 上天堂 在這個時代 是特別多 神預備了一些人 出來 你上網看 你看 It's Supernatural 你會看到很多 有沒有人有問題 這個經文 能否證實 就是在 這一段時期 因為這裏 至到主大明 日子未到月先 是會有預言 和異象異夢 是否都可以證實這件事呢 請問有血有火 是未出現的 未出現 這是活後的 活後 即是啟示錄的預言 在啟示錄應驗的預言 的時候 就會有這些事情發生 請問有什麼 日傳食和聖經的日子出現 這些是沒有清晰聖經的預言 沒有清晰的 所以我不會說這些預言 這些是沒有清晰的 這些是沒有清晰的 是 但你不能夠肯定 那個是否 結果那個日傳食 也沒有特別發生 我就不會用那些作為一個 日傳食還有的 日傳食 日傳食有什麼特別的意思呢 我覺得這個 我覺得這個 聖經所講的 在啟示錄講的 就不是普通的日傳食 而是講到特別的先兆 有些人解這篇經文 說神會選擇 誰有異象 即是你不用怎樣追 你就可以了 你坐在那裡等 看看神解出誰 即是有些人這樣解 就是不用追求 不用追 你坐在那裡等 這個我也聽過 他就講到聖年充滿是神的主動 不是人的主動 是的 我的答案就是 由舊日到新約 都是主動的 初期教會他們一路祈禱 然後有四年充滿 在舊日的時候 薩摩爾的先知 他一路祈禱 新約保羅西拉 在保羅坐牢 他又祈禱 彼得也是祈禱 在坐牢的時候祈禱 然後神就行 神職其事 他們不在那裡進去 在那裡玩耍 在那裡玩耍 然後神就帶了他們 全部都是他們 很多祈禱的 所以這個都是 講到他們 的確是親近神 就算五秦節 那些人就不在那裡玩耍玩耍 發夢 他們真的在那裡祈禱 所以這些都是講到 神的工作 臨座的人 都是他們有助備好自己的 但是… �니다 在行